把它变成可以方便我执行的动作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刚刚是直接在这边执行是OK的 可是其实呢它也还是有个麻烦点怎么样呢 还是切到这边来才能够执行 所以如果我希望能够简单一点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切到那个开发人员一样开发人员的中间 这边有个什么的插入 插入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你找一下 按一下这个插入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第一个 特别是左上角第一个就是按钮 这个按钮就是可以让你产生 我们按下去那个按钮的功能 OK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的位置在插入的表单控制像下面这里 按一下 记得哦下面还有一个按钮 不要用下面的下面的比较麻烦 上面这个比较简单 请你选这个 按下去之后的话 请你在我们的那个工作表的 右边这一块好了 我们先点一下 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这个跟那个什么小画家那个蛮像的 小画家里面要拉一个框框 就右下 多大你自己可以决定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这个按钮 它要对应到哪一个聚集啊 那我们这个的话叫手机号码串接好了 另外的话请大家可以注意哦 你点选这个手机号码串接之后 上面有文字哦 请你把这几个字按右键 复制一下 为什么要复制呢 你按确定就知道了 你会发现这边叫按钮1对不对 那可是按钮1怪怪 应该叫什么 手机号码串接 所以刚刚有复制嘛 现在怎么样 可以把它按右键 贴上去就好了 因为这样 比较可以少打这几个字啦 你可以OK 好 那再来的话按下它 可以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第二个按钮清除 所以一样哦 点一下插入 这边有一个那个按钮 对不对 一样在拖拉 不过会衍生另外的问题 就是你拖拉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即便你在怎么准确哦 你好像要做一模一样的大小按钮 好像有点困难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把按钮2改成叫做清除 诶有没有 好像大小不一样 那如果大小不一样 你可以按右键 右键之后再移到旁边去 会有空点 你再把它缩小一下 有没有一样大呢 其实还是不一样大 因为我比较龟毛 如果很龟毛的人就会觉得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真的要让它一模一样大了 想一下就看一下 OK可以WALK了 如果说你要希望让这两个按钮一模一样大的话 我是建议 这个可以把它剪掉 你可以拿原来这一个 怎么样按右键 复制 有没有 复制之后的话呢 点旁边这边一下 再把它贴上 再移到下方 可是两个都叫串接 怎么办呢 那请你把下面这个按右键 重新指定它叫做清除 按右键嘛 重新再指定锯齐 重新再复制它的名称 直接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再把它贴上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两个按钮一定会一模一样大 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习惯的方法 像我的习惯是比如说好几个按钮 我一定先做一个 然后把第一个复制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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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几个然后再来修改 像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不见得说每个人都这样用 因为理论上是要你重新拉 可是我觉得重新拉 永远都不会一样大 那这麻烦贴得比较快 所以我是提供给各位一个 我自己的诀窍 OK 这书里面没讲的 我没有看过一本书这样用贴的 因为书里面也不能这样教 教你这种方法 好像感覺這什麼怪招 實際上有的工作裡面用的方法 都是自己想出來 前提就是越簡單越好 越方便嘛 你也不用再花時間在那邊拉那個大小 OK 這是我覺得最簡單省時間的方法 所以做好之後可以把它什麼 按一下它清除 這兩個按鈕就OK了 所以我們沒有做任何程式撰寫 居然可以讓它重複執行 你想說這個蠻方便的 所以以後我是建議 你工作裡面應該有重複性的動作 不妨你就練習把它變成聚集 也許剛開始會有失敗的可能性 不過失敗也許慢慢你再去找方案 找方法讓它不要失敗 以後的話你會發現 你慢慢就很習慣錄製聚集 而且你的工作裡面 就有很多是自動幫你執行完畢的 那些事情 你就不需要重新再做過 像剛剛這個東西按下去不就好了 然後資料又有一個新的把它清掉 重新再按一下 又有一個新的資料出現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在插入這邊有一個叫表單控制下按鈕 這第一個 不過後來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可是我工作裡面 我不希望讓別人知道說其實我會錄製聚集 然後這些功能我不需要讓大家知道 我經常越低調越好 不然的話以後人看到哇你好多按鈕啊你好厲害哦 你會寫VVA程式 這樣子老闆會覺得你效率很高啊 你按下去不就好了 你趕快給我就好了 所以你如果不希望讓別人知道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開發人員這邊改成插入 記得把開發人移到上方的插入 這邊有那個小圖案有沒有 或者是美工圖案都可以吧 任何圖案也可以拿來執行 OK 所以特別是哦 比如說我這邊隨便換一個笑臉好了 像這邊有個插入圖案有沒有 旁邊呢拉一個小笑臉 然後呢這個也不會有人知道 只有我知道 然後就直接給大家換一個樣式 反正就是不要讓他知道 而且小小的放在這邊 這樣子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改成串接 按右鍵 指定去期 串接 有沒有 上面它有個缺點不能打字 但是你知道就好了 其實這裡有一個 隱藏功能 如果旁邊還有一個叉叉的話 就再插入一個什麼了 圖案 找一個有沒有叉叉 稱號可以拿來當叉叉 這樣子叉叉 那你可以把它換個顏色啦 反正這個只有你知道就好了 指定去期 是對應到清楚 按個確定 好 這兩個可不可以work了 按下去 你會發現也可不可以work 如果你不希望讓他知道 你可以旁邊做一些小插圖 這就是隱藏功能 所以這個當然你可以針對你實際上 需求 你可以定義出來 這個也是一招 因為我發現有些人 他其實功夫已經做完了 當然不要馬上讓老闆知道你做完了 所以他就在旁邊弄一些隱藏功能 下班前的話都按個幾下 產生他要的東西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問題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呢 不用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你可以用 記著哦 這個插入圖案 我剛剛是插入圖案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呢 不只是說用這些 我剛剛是用這個笑臉跟這個XX 你也可以用什麼呢 圖片 你也可以用美工圖案 這些其實都可以 按右鍵也會出現聚集 OK 所以都可以指定聚集 每個地方 只是說這個有點像 一個隱藏的功能 或者一些機關 真的也只有你知道而已 好 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訊息的部分 做出對應的按鈕